來,同學我們來進行第三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微波的駐波 那,我們儀器架設就是這樣子 一個發射器,一個反射器 那我們發現說,中間紋其實沒有讓它可以反射的東西 可是沒關係 我們這個其實沒有辦法完全的接收或者是完全的反射 所以它在這邊會一些些的反射 所以當這個過來,這邊會稍微反射回來 然後這邊再過來,所以中間其實就會形成出波 那我們發現說,這邊兩邊我們已經知道距離了 所以假設我們動這個 我們小小的移動它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它的指針會上下跑 所以它會變大又變小,變大又變小 它就是在偵測整個注波的強度 所以我們把它經過的時候呢 極大值的位置跟極小值的位置把它記錄下來 比如說現在是極大值 好,我們現在跑到極小值 然後又,那位置我們把它記錄下來 又跑到極大值 位置記錄下來 然後又繼續往前動 又跑到極小值 位置記錄下來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波長跟我們移動位置 它是有一個整數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微波的波長到哪裡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中間是一個注波